饮食引发的胃胀气可分成两大原因 第一从外部吞入太多空气 像嚼食口香糖喝气泡饮或是饮食习惯不当 都有可能引发胀气 像上班族的话我们就很赶时间嘛 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可能速度就会吃很快狼吞虎咽的 那或者是他可能和同事一起吃饭 然后所以就会边讲话边吃 然后不小心就会吞进太多空气 那最后一点是可能蛮多上班族都会犯的 也就是久坐 因为一直坐着的话呢会挤压我们的胃部 尤其中午吃完饭 然后后来没隔多久又趴下来睡觉 那可能都会对我们腹部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 如果短时间内吃多容易产气的食物 像糯米、豆类及高纤蔬菜 这些不好消化的食物残骸 就可能变成肠道细菌的大餐 进而产生大量气体 导致腹部胀痛不适 除了刚才提到一些产气食物 我们尽量少吃以外 大家还是要把吃饭的速度放慢 然后细嚼慢咽一些 那吃一口的话呢 尽量可以嚼20下以上会比较好 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用餐保持七分饱就好 才不会给肠胃太多的负担 营养师也提醒 吃完午餐可以稍微伸展筋骨 或是去外面散散步 帮助肠胃蠕动 如果真的感到胃部胀痛不适 也可以搭配薄荷精油 用顺时针画圈方式轻轻按摩来改善 黑猴健康赖心评科盛会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庆兰